来哟 你这个大骗子 骗子 他骗我大家 就是他这个骗子 你这个骗子 骗大家 别别 别这么着 松开 松开 你这个骗子 这骗子 冬船结局要切断流连 能断暂用 他们准备的问题 都是重复的 也没有必要 重复地再去回答 你干吗去 尊敬的甲方 卑微的乙方 想去上个厕所 可以吗 那我可得跟着监督你 你这歪伤了脚都没事 要是在摔伤的时候 耽误了游戏的上线时间 怎么办 您可真会精打细算 放心吧 难得萧总想要犒劳犒劳 我们辛苦工作的乙方 那是不是应该 请所有人都去啊 就我们两个去 太不正义了吧 他们的功劳 好 改天再说吧 那这样吧 这顿我请 你确定 当然确定了 多拍拍萧总的马屁 日后请多多关照嘛 我是说 你确定付得起 既然是我请客 当然是我选地方了 你选的餐厅 我肯定付不起 确定要在这儿吃啊 确定要在这儿吃啊 别看这儿不起眼 但是味道一绝 我之前熬夜加班的时候 就经常在这儿吃饭 肯定不比那些 米其林餐厅味道差 最重要的是 价格实惠 童锁无忌 都到这儿了 咱进去尝尝吧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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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娘 小姑娘 好久不见 今天有空啊 你这儿人这么多啊 还是老样子 是是是 那桌马上完事 想喝什么自己拿啊 好 这个消过多了吗 消过了 那这个桌子呢 哪里不干净吗 我说萧总 你也不能这么严格 虽然说这里看着 是有点简陋 但我保证 这里绝对干净卫生 并且食材绝对新鲜 味道绝对好吃 你踏踏实实坐着吧 我们都坐了这么长时间了 也没有人倒杯水 这的服务也太差了 你有点生活尝试好不好 你看这儿 都盲生什么样了 哪顾得上我们呀 再说了 这种小事自己来就好了 再倒一杯 你还真把我当服务员了 既然这里没有服务员 那这个工作就交给你了呗 不愿意啊 没有 非常愿意 菜来了 最好吃菜也来了 这是天底下最好吃的八爪鱼 你快尝尝吧 这食材都是刚补回来很新鲜的 中午吃的有点撑 那你先吃吧 你不喜欢吃八爪鱼啊 没有啊 很喜欢 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啊 来来来 我给你加 不用 我肚子不舒服 我先上个洗手机 怎么就偏偏爱吃八爪鱼呢 这要是让他知道 我还怕八爪鱼的话 怎么办呢 如果有人让你吃一样 你不喜欢吃的食物 你会怎么办 那你直接告诉他啊 点自己喜欢吃的呀 要是你不想让他知道 你不喜欢呢 老板 吃饭这种事情太重要了 不能将就 要不我听你去说 不用 我就是问问你 有没有什么办法 你就装醉 喝多了 就可以不用吃了 老板 我奇怪 他们让你吃什么呀 八爪鱼 都吃完了 胃口挺好啊 我们去吃点别的吧 没有 没有 我看你刚刚没吃 我点了锅新的 又吃八爪鱼了 嗯 给我叫锅新的 现在 不用吃八爪鱼了 吃个八爪鱼 吃个鱼这么有银食感吗 喂 这突然有点讨韵 这这么快就喝多了 水量这么差 萧总 你手机响了 萧总 你醒醒 老板 我想到一个办法 可以不用吃八爪鱼了 胖丁 你们老板不爱吃八爪鱼啊 懒药 老板 你和我们老板在一起呢 你快救救他吧 有人逼他吃八爪鱼 我们老板从小就害怕他玩意儿 好 我知道了 为了不吃八爪鱼这么贫 来吧 快醒醒 萧总 萧总 我 没事吧 没事 你 你不是喝多了吗 对 现在还是有点疼于 听说你害怕八爪鱼啊 谁怕了 一点都不怕 那你吃一口啊 老板 结账 来 没了没了 老板 结账 好的 明明害怕 还有嘴硬 慢走慢走 慢走 拜拜 没想到堂堂沙海集团的大老板 居然害怕一只八爪鱼啊 我不怕 我 那再陪我进去吃一次啊 其实做的饭比较好吃 我回家吃 八爪鱼来了 你别跑呀 你别跑呀 去吧 天下 你看牢就是在世上 发生了趣的 好魚头 然后有些 interesting é comun committee 你今天有点乖乖的 乖吗 我不是每天都这样吗 说不上来 栏杆呢 拆了 为什么 是吗 床太小了 不是你自己选的小床 那我明天让小树换一张大的 不用了 不对呀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突然对我这么好 要请我吃饭 又突然要给我换床 是不是 不是有什么事情有求与我 还是说苦离活要我去做 没有 我只是单纯地觉得这个栏杆 跟我房间的风格和品味不符 真的 作为甲方 应该保证你的身体和休息 这样 才能让你更好的工作 我就知道啊 你心里一直想着怎么压仗 其实也不全是 既然你对我这么好 我也就礼上网来一下吧 把手给我 帮我戴一下 帮我戴一下 这算不算是情侣手换的 所以才找不见你的回应 应该算吧 我知道 你担心我变成行天 晚上老是睡不好 所以 我设计了这款智能手环 它可以感知到我什么时候困 并且在困的时候 瞬间吸在一起 并且锁定 那睡醒之后呢 睡醒之后 它就会自动解锁分离 原来是为了拜托 对了 为了方便解锁 我给它设计了个密码 密码是什么 110 就是单纯为了好记 这个手环的光 倒是挺漂亮的 我特别喜欢一种生物 叫灯塔水母 这个设计灵感 就是来源于它 海洋里的一种 会发光的浮游生物 像伞一样的小精灵 特别地可爱 她 叫灯塔水哲 她 这边有墨墨并有其他人 曾经有个产生 曾经有一个宿舍 曾经在于夜宣 曾经有兼的 我以前就不知道 那种人是大于 曾经有什么事 我以前在夜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了 那是因为哥哥是隐藏老板 需要召唤口令才能现身 我为了快速通关 所以用了你给我的顶级装备 就直接跳过了这些关卡 好呀 小总 打个游戏还要作弊 改天我要告诉胖丁 不许说 好 好 嗯 从前从前 我们的影子还会重叠 后来沉默悄然浮现 你我指尖 把心推远 那些从前 对叠成我的住院 既然走到了临界线 总要体面 真遗憾 未能早点遇到你 不过 以后我会像你哥哥一样 永远保护你 一定要奔向你爱的新世界 别怕 怕说你不会吃你的 别怕 我去公司开会 你跟着干吗 我也需要偶尔关心一下 以方公司的员工嘛 那让翔叔开车带你去啊 你不是说我没有生活常识吗 你不是说我没有生活常识吗 跟你体验一下 肖总 你别拉我呀 你怎么想着想吧 你猜坐我 你照我 你手伤回玄 你手伤回找对手 你手伤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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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手伤回呀 你手伤回呀 你手伤回呀 你手了 你手伤回呀 这路縣回呀 走咱伤回呀 还有多久 我们还有十多站 半个多小时左右吧 这么久啊 早知道了 让了无数 又不是算了很多像你一样 有专制节奏的 我不想下次一定 我下次一定 听来或许有些奇怪 你不会表示在 我想还在期待 如果我只想要你在 我是眼里拍拍 想像着你 like every time I know 电话都 哦哦哦哦哦 你下次一定 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 你下次一定 你下次一定 我下次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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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次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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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次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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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下次一定 我下次一定 我下次一定 金神 今天晚上我要请重要的人吃饭 人不多 就两位 那我把菜食 再准备得丰盛一点 您对井水有什么要求吗 什么 红酒吧 今天晚上不需要 你跟小叔帮忙 准备完之后 你们就可以下班了 时数要够 当然 鲜ted吗 小的男神 把你们家后院 布置得这么漂亮啊 还准备了花 七神准备的 既然是发布会的庆光宴 我觉得一定得热闹 就把他们都叫来了 怎么样 惊喜吧 惊喜 惊喜 太惊喜了 就是 不知道准备的这些东西 够不够吃 那今天这么多人 怎么办 你们这么早就到了呀 这不是有我胖丁在的吗 肯定饿不着各位 一会儿我就去准备准备 对对对 我也能帮忙 你们自便吧 那聚会开始吧 大家嗨起来 果然庆功宴就是要人多才热闹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啊 萧总 谢谢你的热情款待 你不开心啊 你不开心啊 没有 那你为什么这副表情啊 我做错什么了吗 你做得很好啊 干点漂亮 好好玩 怎么勾引不勾引 你这听你说的什么话呀 你好了 别闹动了 休了吧 你来了 我凌云桥给你来 帮我照顾好她 狗贼 俺有话要问你 狗贼 别跑 你到底有没有替我说重点啊 使个杀不可容 把将军给你拼了 狗贼 给我站住 站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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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笑容尽力 张开双臂 刮着风雨 陪你倾听 花儿哭泣 全部都是你 为你呼吸 迷失在风里 拉近距离 乐此不疲 整个世界 全都是你 那刚刚到底是 行天 还是宋明 这些世界 全都是你 昨天晚上我是不是又喝多了 后来我是怎么上的床呢 老郭 怎么了 你快帮我想一想 我的上纸的密码我不忘了 你记不记得啊 我想一想啊 应该 应该是你生日 你试一下 我肯定是记得的 我只是打个字的口 打个电话给你而已 这 这不对啊 这个床不是你的 你不 你不在家里面睡 在你家哪里睡啊 我昨天晚上喝醋了 那个 朋友送我到隔壁酒店了 酒店 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赶紧给我看看周围环境 赶紧 赶紧 等一下 妈 你看 没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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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一个 我说闺女啊 你都几岁了 你这样几岁 你结婚的问题好不好 我问你同学 好好好 那个 刚刚事急从前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是这么害怕 让你妈看看 不是 这不是 怕有损你的形象吗 你这脚踹得倒是有一点 疼 今天怎么了 一句话不说 不想说 生气了 没有 我吃饱了 我吃饱了 老大 想什么呢 你说 戴耳钉的女孩子 会不会更有魅力 我要不要戴耳钉啊 你平时穿这么素 其实戴不戴都一样啊 那你觉得 什么样的女孩子 才招人喜欢 老大 我这儿还有 社会心理毛了 你 你自己想吧 她为什么 都不跟我解释一下呢 她为什么连问都不问呢 她为什么连问都不问呢 这星天总是时不时地出来捣乱 也不是个办法 喂 薛医生 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你一下 你来找我做什么 公司给员工安排了体检 我来接你 我身体很好 不需要体检 每个人都要去 可是我下午和大雄 还要测试呢 那次的事情 回来再说 喂 灵灵 昨天我那耳钉 好像落在萧燃别墅里了 你帮我好好找找呗 要是找到了 一定得帮我收好 是你的耳钉啊 干吗呀这是 灵灵 怎么 难道你怀疑萧燃有 我猜没有 行不行吧 反正你要是找到了 可千万帮我收好 那可是我的现眼掉 好的 知道了 不生气了 我才没有生气 我又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宋玲玲 听说你力气挺大的 大吗 我不觉得 那你跑得快不快 我说你们公司 除了体检项目之外 还有运动比赛啊 我事先声明啊 虽然我是卑微的乙方 但是我是很有原则的 跟工作无关的项目 我一概也不参加 其实有时候 锻炼锻炼锻炼 挺好的 我说你今天怎么了呀 一会儿说奇怪的话 一会儿还给我 使眼色 你有话直说行不行 你干什么 他们是老子 谁派你来的 什么问题 不是 谁说 你不能写 走 下车 organization 下车 小燃 这个字你真的不能签 签得对你损失太大了 你相信我吗 相信啊 你现在装病 装病 没让你装这个病 不是 你这边做什么 他有杨巅峰 刚刚情绪激动 犯病了 药 我口袋里有药 赶紧拿给我 快快快快 拿药可以 全胃了吗 背多少 废话 真的快没了 还不全胃了 我可不敢 这个女的太下眼了 万一摇我以后怎么办 这可废话 给我松开 我来 快快 松松松松 小丝们 小丝们 这登上 这是不是 这个是全他 输给家切职 不得了 能不能胃 追暖 被灌apa室 请一输 等药效力比较强 一次吃半颗就可以 Zither Harp 第一次为你 是为了救我自己 而这一次 是为了救你 这份爱不需要说明 属于你 这份爱不需要说明 属于你 从一笔子像里满上你 从来他人的身体 这份爱不需要说明 属于你 看来在你家待的这段时间 身子是越来越虚弱了 本来之前一天一夜 不吃不喝都能撑得住 现在怎么有点头晕眼花了呀 困了就别扛着了 闭上眼睛说一会儿吧 很快我们就会回去的 不行 万一 万一你有危险怎么办 你这么担心我吗 当然担心我 不能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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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叔叔要陪你的 我要给你出主意 我还要保护你 保护我 我护着你还差不多 当时让你跑 就是不想让你卷家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也不知道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我只是害怕你受伤 你知道吗 有你才不会分心的 送着你 我喜欢你 你说什么 我亲满心脏的妥协 是我能给你 最后一天 我喜欢你 我在废墟里道别 你一定要奔向你爱的新世界 我也没高伤情节 只假装会险 让你不觉亏欠 臭小子 你是真的敬酒不吃吃仿酒啊 明明给你留了条活路 你非要自作聪明 那就别怪我狠心了 拖出去 那你边呢 怎么了 再走啊 跟她一起陪她 你 我村子 有来冲 对 我 只是 不是 我 不是 你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板 你在哪儿 还有一个人 他们不是 别出事 将军 快来帮我看看我的伤口 俺好歹是德高望重的将军 是德高望吗 毒 不是米药 这毒 这毒 怕是一如心扉 既然你命不久矣 那就全当做了件好事吧 说 你有什么愿望 你又扶上了 你又扶上了 真麻烦 雨在水里漂流 绕了乐阔 转着走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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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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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都没看到啊 我什么没看到 你这个猪脑子 还不赶紧来救人 谢谢大家 我现在想着 等游戏上线了 要跟你一起上台 去介绍这个游戏有多么厉害 你还要跟董事炫耀 你做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小人 这些事情你都还没做呢 当时让你跑 就是不想让你卷进来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我不想让你伸出险境 我只是害怕你受伤 我喜欢你 所以 你当时那么跟我说 是不是 怕来不及了 大傻瓜 你会醒过来的 我一定会 感染你的 所以我的答案是 我也喜欢你 你能再说一次吗 小燕 小燕 你醒了 太饿了 你 你又变成植物人啊 我要不假装成植物人的话 又怎么能够听到 你的真心告白呢 听到你的画面 你听到你 我年轻人 我不可以 其实你 不可以 你的 他是 我 你 你还没睡啊 你不在 我睡不着 我 又不是我每时每刻 都能陪着你的 那我就牢牢地抱着你 让你一直陪着 抱不见你的婚姻 思念不停穿行 你 觉不觉得 这样 有点急啊 不急 你就这么害怕 跟我失衣着装 不是 不是害怕 那是 紧张 你 也不是紧张 我 我就是 还没习惯 那就慢慢习惯 睡吧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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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 还有什么事情瞒着你 你想知道什么 比如说 沈相遇的存在 还有 你跟她的婚姻 知错了 是啊 她知道你小时候 那么多的事情 我问你点了 知道 你要想知道的话 以后我慢慢讲给你听 我要你一份男友守则 好 都听你的 但是现在应该起床吃饭了 要不然 饭都要凉了 我还没说完呢 男友守则第一条 以后任何事情都不能瞒着我 好 好 以后我每一天是以前都要跟我讲故事 好 还有 以后刷信息要及时回复 好 都听你的 好 谢谢 昨天晚上已经把所有游戏的程序都跑遍了 为了确保这次内测不会出错 我等会儿去跟大雄他们开个会 我今天约了沈湘玉见面 我今天约了沈湘玉见面 不是昨天刚见过吗 他这不是刚刚回国吗 而且我们的婚约也没有取消 还是有必要单独吃个饭的 我绝对能够 好大的醋味啊 我才没有吃醋呢 想去就去呗 不用非得告诉我 男友守则第一条 任何事情都不能瞒着你 我这不是老老实实地告诉你吗 其实啊 今天我爸出院 所以我就约着沈湘玉跟我一起去 告诉我爸 我是不会同意这个婚约的 那 你觉得你爸会同意我们的事情吗 那我就劝到他同意为止 你有没有回家 没事 你吗 大雄他们修复游戏迭乱的时候 发现行天的代码 一直都没有办法运转 我该怎么开口提约会的事情 还得想其他的办法 你 你说什么 我在说游戏修复的事情 你 明天有什么打算 当然是加班啊 要不 我明天我们去约会吧 约会 我们去约会 虽然我们已经住在一起了 但是我们还没有正式地约过会呢 就像普通情侣那样 一起牵手逛街 看电影或者吃饭 那 你准备带我去干什么呀 暂时先保密 你先忙吧 我不打扰你了 没想到谈起恋爱来 还挺有情调的 没想到谈起恋爱来 还挺有情调的 我先送你了 我先带着 我看到很适合你 就买下来 我帮你单上 好 你到底还准备了多少惊喜啊 明天你就知道了 小气 你还准备了 你确定要穿成这样 这样不好看吗 当然好看 只不过待会儿可能有点累 没事 毕竟是第一次约会 穿这十年级机会 走吧 走 走 走 既然出来约会了 就别玩手机了 除了风景 你能看的 还有我 好 好惊讶的阳光啊 你有没有闻到空气里有一种 特殊的味道 什么味道 甜甜的 早知道是来户外 我就不穿高跟鞋了 所以之前跟你说了 会有点累 早都给你准备好了 你为什么出门前不告诉我呀 第一次看到你穿成这样 想多看一会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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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你们先继续啊 我们走了 等等 一一一 你老实说 你是不是跟踪我 我这不是听说笑容 多久了 不 kulit 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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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 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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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俩 跟她们俩 纯属偶遇 老板 我真的是来跑步的 那要不这样吧 既然来都来了 咱们就一起呗 怎么样 你们俩过来帮忙 你快接住他 这就是你们考的诺啊 找你 出了点 小状况 所以我们就没东西吃了可以 一 你二可以先吃这个 这么贴心 那个 其实周末的时候 大家聚在一起 就挺开心的 看看云 看看水 也挺舒服的 对吧 虽然说这肉是糊了 但是大家也玩得很开心 对吧 我说一句 不再合时宜的话 我真的饿了 我真的饿了 那个 其实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 拌面 在哪儿 赶紧去拿呀 都这个时候就别挑了 有的吃不就不错了 不好意思啊 本来是你精心准备的约会 我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没关系 跟他们句一句也挺好的 不过你下次还是别做饭了 做饭这种事情交给我就行了 看你刚刚手忙讲乱的 一点都不像你平时的样子 那 你准备做什么给我吃呢 你想吃什么我就做给你吃啊 来 来 来 你不吃吗 我不饿 其实也不需要做刻意的准备 就现在这样的生活 也挺难忘的 也挺难忘的 确实挺难忘的 毕竟是第一次约会 七夕节快乐 七夕节快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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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就说不是小事吧 那要怎么处理啊 那看蓝药大神是想快处理 还是慢处理了 现在游戏迫在眉睫 如果能有快的方法 当然是最好的 那就做手术 攒草除根 方便快解 这听起来怎么这么吓人啊 有没有别的方法 我怕疼 五度多的扁桃体 单靠打针吃药是很难消肿的 而且要有合理的休息时间 还有饮食习惯 更别说熬夜做游戏了 那复发率很高的 打 打针 也很疼吧 邵医生 您可以出来一下吗 等一下 反正呢 我的意见仅供参考 详情呢 还是看病人跟家属的意愿 你们想好了告诉我 我出去一趟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没想到 赫赫有名的蓝药大神 也会怕疼啊 我 我其实不是因为怕疼 我就是 我就是在想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 好了 我知道你不害怕 但你现在生病了 要尽快解决 别担心 我会陪伤你的 那我 要是偷偷溜走 你会生气吗 会 这个手术必须得有 可是我还是 怕疼 别说话 一会儿就没事了 疼 我知道很疼 我会陪着你的 等出院以后 你就好好休息 内侧的事情 交给大雄他们去准备 你想说什么 向远 谢谢你 知道了 知道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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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解释一下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游戏出现卡顿 导致通关受阻 玩家无法进入下一关 不是说游戏迟禁已经解决了吗 怎么还会出现卡顿的现象 你们蓝阳工作室 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好了 好了 所以 还是之前的问题 你们到现在还没有成功解决 现在来看 是这样的 萧总 在参加内测之前 我们明明已经检查过了 所有的程序都是可以通过的 一直看到自己的崩潰 希望大家伦绕 听说吧 你知道的人是不正常来的 dru道理 你怎么没什么 对 没有什么 在 这里 我都不能给他 他对我全都会肯定 他对我全都会肯定 你肯定希望他挺一个 他就不肯定 我都不肯定 你是肯定 他也在肯定 他 自己肯定 你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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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总 游戏上线在即 需要完成的工作还有很多 我先带着团队去忙了 你没事吧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换团队的事情 我没事 不用太担心 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 走了 我先带着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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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 从前 我们的影子还会重叠 后来这么悄然浮现 你我之间把心推远 那些从前 对叠成我的住院 既然走到了临界线 总有体面 我替我相多爱一面 练练 今天在会上 对不起啊 我 冬船结局要切断留恋 能短暂拥抱你 已经是我的终点 我的未来被拆解 祝你的幸福一定被重变 加油 我相信你可以的 不过再忙也要记得按时吃饭 要好好照顾自己 你让我做的体贴 我在废墟里道别 你一定要奔向你爱的新世界 我也没搞上情节 这家中 林总为什么突然间提出离职啊 所以这就是你的办法 让林总当替罪羊 开除他来保住我 你 别人 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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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 我也不想选择这种方式来解决 但现在这种情况 我必须得做出决定 可是我宁愿你放弃的人是我 林总对于你 对于整个公司都非常负责 出了这样的事情 不应该是他来承担 我是整个游戏设计的总负责 游戏出了问题 是我来承担责任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为什么 你能不能抛下私人感情 来谈论这件事情 来要工作室退出 难道不是更合理的 解决办法吗 这是你一手做起来的游戏项目 你舍得让给别人吗 我舍不得 可是我没有办法 让无辜的林总承担这一切啊 让无辜的林总承担这一切啊 李久当 是哥对你的支持 他现在退出 就是希望你能坚持到最后一步 你有没有想过 这样会对他的人生履历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这样问责的消息一旦传出去 他就很难再在这个行业立足下去 如果我的成功 是靠别人的名誉和前途来换的话 那我宁可放弃这个项目 我真的已经想了很多种办法了 我不能做得更好了 至少现在不能 现在目已成仇 只有让游戏尽快上线 我才能想办法让他回来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考虑过我是否愿意接受吗 我当然考虑过 但是我真的没办法 至少现在 我还能保住你 对不起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心安理得接受这样的牺牲 灵灵 喂 小人 宋少爷在我这儿 他还喝多了 你快来接他吧 门是开着的 好 你先摸住他 我马上到 小人马上就到了 你冷静一点 哥 小心 林兄 亏俺对你推心置腹 可你却暗地里 和这个狗贼勾奸大背 本将军和你的兄弟之情 就此恩断义绝 他 他这怎么了 哥 我一会儿再跟你解释 你先帮我控制住他 我 你们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你冷静一点 我好好说 比起人家是女孩子 哥 一时半活跟你解释不清楚 老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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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宋玲玲 你明明知道自己酒量差 还要提喝酒 本来是想劝林总的 结果却 怎么起来这么早 小燃 我那么做是想劝林总不要离职的 谁知道行情出来捣乱 我也不想这样的 我知道你为什么去找哥 你别担心 我没有生气 可是林总的事情 哥他是自愿离职的 我也劝了他很多次 但是实在拗不过他 我和你一样 也不希望他离开 但是我能做的有限 对不起 我本来真的是想让林总不要替我承担这一切的 可是我却忽略了你承受的压力 我知道林总那么做是为了游戏 更是为了你 你肯定比我更难过 我还那么过分地说你 我错了 说我对不起 我本来以为 你会一直跟我别扭下去 还没想到 你还反过来安慰我 看来 是我还不够了解你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 要赶紧修复游戏 我要站往今儿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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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顾佳寡人的感觉啊 怎么会呢 还有我呀 你怎么会呢 还有我呀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成成这样 当然是为了远然瓦目了 不过我挺幸运的 我郑愁怎么上来呢 就看到一群人 在搬电脑器材 我就混入他们上来 你这么晚来找我干什么 不是暗不安全 有没有人跟踪啊 你要是再唠叨下去啊 可就丢失了那个 暴君霸总的人设 对不起啊 让你收回去了 没事 你不也一样吗 有家伙不去的 你还没回答我呢 这么晚了来找我干什么 当然是来寻求肖大老板的帮助啊 你不拉着我 我都不敢睡觉了 万一那个行天出来捣乱 我就真的坐实了精神病的身份 闻名全国了 就因为这个 难道不是因为 担心吗 好 你等点吧 今天晚上就委屈你了 没事儿 我相信 这注定会是一个很难忘的晚上 晚安 小总 是我没有把握 如果你硬要 白死得这么轻的话 那应该是我的错 我就不应该让你 投资我的游戏 游戏也不会出现吧 我要是没有 好了 无论我们现在 在经历着什么 都是老天给我们的考验 我相信 我们一定能够顺利通过 做到最好的 那应该是 游戏走向顺利 成功上线了 我说的是所有时间 包括我们 睡吧 我是不是 这么费劲啊 没准备 你们俩一大早传我办公室 是不是也刚一起起床啊 没 没有 我们是早上碰面的 对 我们俩一起吃了早饭才过来的 早饭 你一大早把人家约出来 就是为了吃早饭 你不要告诉我 你还准备约人家晨跑呢 是啊 我们是约了晨跑呀 别说 行了 什么事跟你说吧 说完之后 我们还要去一趟兰药工作室 是这样的 小总 我们昨天根据您提的方案 又修许来了新的公关方案 网络的数据报表已经做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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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冉 小冉 你说我是不是一开始就错了 如果我没有把哥哥的武力值 设置得这么高 游戏就不会出现失衡 现在这么多人 因为这件事情这么努力 但是现在 都怪我 玲玲 我非常理解 我知道 对你来说哥哥很重要 所以这个角色也很特别 你不用自责 可是我没有办法不这么想 游戏内测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你面对股东的质疑 林总被迫辞职 我所有的员工 一天一天地熬着夜加班 这全都是因为我 其实我知道 对V格来说 最快的解决方法就是 删除隐藏老板 你放心 我不会让他这么做的 谢谢你 小冉 你先回公司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好 好 零零 一切有我 你现在能过来 你三个人静一静 我一张 你传奇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了 我已经决定暂停游戏推进了 一切等你完全康复再说 可是这样会当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但你的身体比较重要 一切听我的安排 你怎么啦 那么大将心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你有什么事情 你为什么不跟妈妈 你你你先冷静 先冷静 没事没事 好 好 冷静 我现在很冷静了 网上说你看不出压力 自杀 看不出压力 为什么不找妈妈呢 我自杀 妈 你怎么会相信网上那些人说的呀 我这次就是出了点小意外 你看我现在不是生龙活活的妈 那不是自杀 难度被谋杀 谁杀你呀 妈 你别乱说了 我这么没心没肺的人 怎么可能会自杀呢 你也太小瞧你女儿了吧 阿姨 你放心吧 灵灵她没事 医生啊 灵灵没事吧 后边后遗症啊 毕童说呢 参加后遗症啊 这位是 游戏投资方 湘然 萧老板 我 老板 不是啊 你是老板 为什么在这里看年工的 好 你不用上班吗 阿姨 您叫我萧然就好 因为灵灵是我们项目的核心人物 所以我来关心一下她的身体状况 另外 我们公司的事情 都有专门的人员负责 所以我没有很忙 那为什么 你要关心那个员工呢 为什么特别关心她 不关心别人呢 你觉得她很特别吗 还是有别的戏图呢 阿姨 您口渴了吧 我给您倒杯水 好 一看啊 这些头目不轨 但是你要把握机会 妈 你真的别瞎想 她真的只是单纯地来看我 阿姨 您喝水 对了 你刚刚说你公司有人叫雇 那公司很大了 多少个员工啊 你父母还在吗 还有连兄弟姊妹啊 那个 妈 你怎么称茶户口的了 阿姨 我爸爸现在 家里还有一个哥哥呢 那有没有家族移情病死啊 那就好 妈 我们刚刚真的在聊工作 现在已经聊得差不多了 要不你先回公司吧 好 那我先走了 你要有什么事 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 你不用走 要走也是我走 玲玲啊 现在没事的 妈放心了啊 老板应该多关系员工 员工应该多帮老板交通 我走了 拜拜 那个 妈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想多了 阿姨 我送你 不用了 好 你为什么要隐瞒我的身份 什么身份啊 你说什么身份 好了 好了 我不该骗我妈的 我错了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 我就是 还没准备好 还有 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 我不想再节外生枝了 你就 你就陪我 骗骗我妈一段时间嘛 好不好 好不好 你真的以为 就你这变巧的演技 能骗得过你妈呀 我妈没那么聪明 我现在也是 我可不这么觉得 俺也不这么觉得 怎么了 我 我好像 又听见什么奇怪的声音了 我去叫医生 没事 没事 可能 可能是触电后一阵吧 那你赶紧好好睡一觉 可是 我现在也听话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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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没事吧 暂时是这样 这之前 你们不是只要亲密接触 就能控制住行天吗 怎么这次不管用了呢 一招一招一招 Nah 感谢观看